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星期四 我在香港 今天跟大家见面 讲讲这个《如是我闻》 因为很多听众 很多观众 都喜欢讲讲鬼神的 所以我将《如是我闻》多讲一次 多讲一次什么呢 多讲一次鬼的通识 鬼的通识里面 我们有一种很奇异的分族 叫做命分 命分这种事情 在古代已经有了 而且不是中国独有 而且是全世界的各种民族 不知为什么 都觉得有命分这种 这样的习惯和习俗 在中国的古代 先讲明分 有一宗明分是相当著名的 在历史上有记载的 这个就是当时的梟雄 亦是政治家 亦是文学家 这位呢 就叫做曹操 如果读正音 很多人就用曹操 来称呼他 这三国演义里面 当然呢 罗冠宗首集的故事下 这个是一个 奸雄 不是梟雄 那么简单 因为他呢 掌握了权力之后呢 是对汉朝的正统呢 是有威胁 协天子以令诸侯啊 虽然他一生人 未曾称自己做帝王 但实际上呢 他已经是统率这个军队 统率政治的了 后来呢 他的儿子呢 曹操成为了魏国的君主 他最多是做到蜂蜜王的 曹操呢 他曾经呢 承诺了那件婚事 他的儿子呢 很早死了 叫曹操 这个儿子死了之后呢 又很小时候呢 已经给了一份婚事给他 这一头婚事呢 这位姓恩的恩 恩尖记的恩 女人呢 的女人呢 亦死了 那是 在这个 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竟然呢 将 这一位死了的少女 许佩芳给她死了的公子 那这件事呢 是违法的 在中国的古代呢 冥婚呢 是文明规定是不准的 那但是呢 这个蕭雄都 莫视一切了 他呢 就是够胆呢 破坏法律 不依法办事 那 那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想法呢 他一定是相信呢 人呢 死了之后 还有一个生命的延续 那这个呢 也是呢 我们所常说的 鬼的精神上的根据 究竟呢 人死了之后 是不是真的有他的另外一个生命的延续呢 这个呢 仍然是 在现在科学进步的时代呢 是一个雅迷来的 大家呢 没有人能够 十足十 证明了 真是有一个 死后的生命 死后的过程 能够连续 各种宗教呢 都有它的说法 认为天堂 认为地狱 这些这样的说法 都是呢 根据人的想法 认为人 死了之后呢 是就是軀体死了 它灵魂没有死到的 灵魂呢 仍然生存 继续这样呢 在宇宙之间呢 存在 有些呢 譬如佛教这样呢 就说到 它会轮回啦 基督教呢 耶教的说法呢 可能是 等待最后的审判 而 判了 升天堂 或落地獄 那这些都是呢 当时的说法 那曹操啊 在 冥婚 这个 关头里面呢 它是 確信了呢 它的儿子 和这个未来 很早死的媳妇呢 都有 他们 死后的生活 所以呢 可以配一个人给他 过一个夫妻的生活 那究竟 能不能过到夫妻的生活呢 这个呢 天知道了 在汉朝呢 另外呢 另外有个 大智学家 这个比较人呢 很少人提及 这个呢 叫黄聪 充满的聪 充满的聪 三法王 它的见解呢 就 认为 人死 如登灭 它的生命呢 在这一世里面呢 已经过了 父母赐到 它的生命之后呢 在这一世过了之后 它没有灵魂的 也没有所谓呢 延续 下一代 下一个生命 也不会 好像佛家所说 投胎再做的人 当时也没有基督教 一传到 汉朝 讲及呢 升天堂 与落地獄之说法 这个呢 是 它一个 思想的体系 我呢 是一个 怀疑论者 对生命之后 有没有一个 灵魂 或者是有没有一个延续 我是不可知 所以我也是不可知论者 在这个 关头下 这个 这个情况下呢 我不敢 说 一定有 后面的生命 后续的生命 我不敢说 也不敢否定 没有 也不敢否定 有 谁 不是滑头啊 这个呢 有这个 一派 就是叫不可知论者 不可知论者 就是 我们 到今天 都不知道 那你没有宗教呢 我是没有的 没有宗教 但我有研究宗教 研究宗教 和信仰宗教呢 是两宗两马子的事 中国古代呢 说到 冥婚呢 又叫做 陰婚 又叫做 色分 这个色就是 休息的色 在周礼的地观里说呢 禁千尖狗者 与 驾伤者 这个伤呢 就是 带着哪个伤 这个伤就是死了 驾伤者 就是说呢 文明法例规定 禁止 驾驭死了的人 不一定是鬼啊 驾驭死了的人 都是呢 不对的 犯法的 但是呢 民间呢 的相信 或者中国民间的信仰里面呢 都是认为呢 人 在 死了之后呢 他会得到一个 生命的延续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是那些父母啊 或者他们的长辈呢 爱惜 他们的 子侄 都为了他之日呢 举行一些 婚姻的仪式 如同 生人一样 那 在古时的粤语片 或者呢 甚至乎 在 我们 看到的 书籍小说 里面呢 其实呢 都很多时候呢 諷刺 或者鞭策 这种呢 是这样的婚姻 认为呢 是迷信的 那尤其呢 嫁予死人呢 是一件呢 非常之 呃 残忍的事 是一个生人 生人的女儿子 嫁予死人 那死人 怎样可以结婚呢 就找了一只公鸡 代表了那个南方 那个死了的年轻 而呢 和那个生鸡拜堂 拜堂呢 就是 那只生鸡 穿了一只红的衣 或者红的带呢 那然后呢 就和一个 穿了身腹服飞的少女呢 在 众人的 忠目攜攜下呢 就 拜天地 拜父母 拜祖先 成为了婚姻 但是这个婚姻成为了之后呢 这个少女相当之凄惨 因为她已经进了门了 是这个 某个家庭的媳妇 虽然她丈夫死了 她 不可以有行叉 答错的 时候 否则呢 她就是成为 一个很大的罪名 死罪的 可能会浸豬龙 那这个 这样的少女 加入去变成一个这样的 奴隶式的 媳妇 她一样要 做回媳妇应份做的事 神分定省啊 斟茶啊 遞煙啊 服侍家姑啊 家庸啊等等 但是 有 她的 责任 但是没有她的权利 这个呢 是 当时呢 这种 漏族啊 里面呢 的 一个呢 相当大的 我们的失误 那当然 现在呢 就没有了 那 在 另外一方面呢 譬如 男女的婚姻 有没有 娶过 聚妻 回来 成为 那个家庭里面 死了的 那个女儿的 夫妻呢 是 也有的 也有一些呢 甚至乎是为 两个死者 一男一女 都是年轻死了的了 少年王 为她们呢 举行了一个婚礼 刚才呢 我说 曹操呢 的 恩氏 和她的儿子 曹操的婚礼呢 恐怕就是这种呢 两个不同的家族 两个不同的家庭的人 的结合 可能中间是有政治关系 不一定 在台湾呢 这种呢 叫做鬼新娘利事 那台湾呢 死了去的人呢 通常呢 他们叫往生 不叫死 那几个往生的女儿呢 的年羹八字呢 就放在红包里面 我们香港人叫做 黎士包 那红包呢 就放在路边 大路的旁边 这些农村社会呢 大路的农边呢 都可能有 汽车啊 牛车啊 经过的 那有原因呢 他说呢 就会呢 执起那个红包 执起红包之后呢 拿了一些钱 这样呢 就当于呢 迎接了这个 死了的鬼新娘 的一份 嫁妆礼物 所以在台湾呢 这种这样的利事呢 所谓 是 红包呢 鬼新娘的红包呢 是不是随便 见钱开眼就去收拾的 很多时候 在乡村的路旁边呢 见到一个红包 里面呢 涨幅幅的 在那里呢 挣了一把钱 在那里呢 可能呢 就是一种呢 利友都未定 那这个呢 撿了之后 有什么结果呢 那 在民间传说里面呢 就有很多鬼故事了 那 那 那个女孩呢 当年呢 当年可能呢 是 美色灵 结婚呢 就已经 死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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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呢 那个小岠呢 因为有人承拾她啦 她真的开心 她于是乎 就跟定了这个 承红包的人 還有永远地举住她 永远地举住她 这件事呢 Eastern канал 免得 吃 所以那 那个 公司 太 这个红包人是有家庭的 他已经早有妻子 那就总结 这个鬼新娘可能搞到她家庭有很多破裂 显示出她女士这个鬼新娘的妒忌心 还有她要有一个正式的名分 那时候很多故事就会从此产生 也是很突然害怕的鬼故事 事实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对我来说是绝无的 我稍后再会和大家交代一下 两个新人死了的这种名分 就是红白氏一起做也有 那么如果古代呢 他是所谓家长之命 而且要有媒着之言 就是怎么都要有一个媒人来撤合的 是不能够自己自由恋爱 自己去找丈夫的 那需要医足了中国的所谓六礼 过门帖啊 下文定啊 送定礼啊 一半呢 就是灵来囚断金银呢 另外一半呢 可能是指责的 其他杜贴 这个呢 也会呢 带化的 concerned 外在街上呢 裡面消消消光了 那同样的仪式呢 一样有请客 一样有花轿临门 不过不是真人亲自上轿 而是用了当时死者的相片 如果没有相片的话 近古时代画的也有 甚至乎用他的神主牌上轿 然后两个神主牌就找人拿着 然后上乡做足仪式 就当为拜堂 然后死了的人既然死了 他也会做一种合葬的仪式 也是名门正取 当如这个少女是某个门的媳妇 写着某门默示 这样的名分 这个是民间相信的一种习俗 但是我认为这种是漏俗 不是应该推广的 那 说到这个中国 或者是 我们现在台湾省 在农民的社会里面 农业社会里面 经常出现的 冥婚 那 究竟在外国有没有一种冥婚呢 外国呢 在最近呢 这十年里面 我都见过 在Facebook上 是有冥婚的记载 这个地方呢 我看到的地方呢 就是在 罗马尼亚 东欧的国家 这个国家呢 都相当贫穷的 也是一个农业社会国家 那 近世呢 就已经 有很多工业的了 那仍然呢 是农业社会国家 那家人呢 仍然呢 遵行了 农婚 这个 这样的想法 的制度 这个 农婚制度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 怕着 那个 死者呢 是 灵魂得不到 安息 于是乎呢 就 多数是为她 娶个 老婆的 娶妻的 娶妻的 那这份 西洋的农婚 的新闻呢 在法国呢 就有一宗 这样的农婚的 资料了 那那个女主角呢 有名有姓的 叫做 马加利 Margaret 那她和她的男朋友呢 就在2009年11月14日呢 就举行了 婚礼 那她呢 那她呢 她呢 在这幅照片里看到呢 她是 依足 规矩呢 是 披上了 一 一 一身的白沙 但是 但是 因为新郎哥已经过世了 所以呢 她只能够用她的一个照片呢 来到去代表 那原来在早一年前呢 那原来在早一年前呢 的11月10日 25日呢 呢 26岁的马加烈呢 Margaret呢 就和25岁的男友 有名的 她说 Jonathan Jonathan呢 就曾经 这两个 青年人呢 就定下了个婚約 在他们未曾定下婚約之前呢 他们同居过 而且呢 生育了 两个可爱的 小女孩 但是 不幸的是 往往呢 在最高兴的时候发生 他本来两个准备 正式 结婚的了 奈何呢 在 踏上了 红地毯的前两天呢 Jonathan呢 由于车祸 很突然地 离开了世界 那当然呢 Margaret 是非常之痛苦 和非常之怀念 这个 这样的 丈夫呢 那 那 但是 在她的 这个 女士的第六感里面呢 经常呢 出现了这个 她以前的未婚夫 很难忘记 那呢 还有一种力量呢 是驱使 这位 Margaret 就是 准备下嫁 回给这个 死了的 未婚夫 那 于是乎呢 就举行了这一场 所谓的 冥婚了 那 Margaret 刚才说了呢 就穿着了 白色的 婚纱 大约有三十几个朋友呢 亲戚朋友呢 是来到 现场呢 是恭贺他们 而且呢 是吸引了 当时的很多门界 来到 採访 摄影 穿着T恤的新郎呢 他呢 不是真的想穿T恤 而是他 在 照片上高 在行礼的照片上高 他就只是 损了这一封 穿T恤的衣服 那新娘一见到这个新郎 一年前的照片 又寄起他们以前的恩爱呢 当场呢 就是 哭了上来的 婚礼之后呢 Margaret说 她没有心情举行 婚礼的 接待茶点 或者是 晚餐了 所以呢 她们只好呢 大家喝杯咖啡 或者呢 聊聊天 聊聊天 那 跟各位亲友呢 聚一聚 那就算了 那 大家看起来 这件事好像很无聊 那样 但是实际上呢 在灵魂 有鬼 人间的 里面 的感觉里面呢 是不觉得 是有什么 噁噁 噁噁 而感觉到呢 还有人间的混乱 这两个新人呢 他们的结婚呢 是代表到呢 他们是 真情相爱的 而且呢 是 打破了 生死 这个分离 和界限 他们呢 依旧呢 用正式的 婚姻制度呢 来出合了 使得两者呢 能够在一起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当然 是自由 婚姻里面的一个 特例 很多时候呢 不相信 有 下一个生命延续 譬如 他是信教的 譬如 更加呢 更加呢 对这个 冥婚制度呢 是 现在 现在 一路 在 冥村 社会 娶的那只 是 人 嫁的那只 是 鬼 那如果 相遇有鬼的呢 这个故事呢 中间呢 就必定有很多 奇情 曲折的过程 要不愿意嫁给他呢 或者呢 他 在 冥间 在阴间 有没有另一段爱情呢 我有个同学 写个文章 写个剧本呢 都说 关于 这样子 他不是说 命婚 他是说呢 一个 死了的夫妇 有一个机器呢 可以呢 使得他们呢 大家见面 大家 以为相 相离之苦 但是 太太在 命间呢 已经结识了 另一个 鬼魂 这个鬼魂呢 十分爱他 他也知道呢 不能够 跟这个 丈夫呢 再求结合 于是乎呢 就要 分手 那这个丈夫肯不肯 跟他分手呢 这个 这样的 鬼太太 又怎么样呢 在 这个 人鬼三角戀的 里面 如何自处呢 这些呢 都是上好的 喜剧题材 也是爱情题材 不过借了呢 人鬼相隔 的一种呢 困扰 来到去写 那当然呢 在西片里面呢 譬如说 Ghost 这个片里面呢 也有人鬼相戀呢 也有很多呢 喜剧 或者悲剧呢 都是跟人鬼相戀里面 这些故事有关的 那么今天呢 差不多半小时已到啦 那么 下回呢 我再请一些 讲述 请一些专家或者朋友来讲述 一些鬼的故事 今天呢 就此 完结 和各位 拜拜 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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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